新鮮蔬果就定位 慈濟在阿罕布拉高中的食物发放 接着展开 一个月的分量 各式蔬菜水果已经装满袋子或箱子 再加上油品 调味料 罐头等其他 没有亏车的话 一个人肯定搬不动 在地学生志工团得知慈濟 定期来帮助弱势族群 分组投入服务 有人协助发放 有人引导路线 还有人担任蔬果大使 一位韩国艺学生依斯特 观察敏锐 逃不犹豫协助一位华裔老奶奶 转了好几个弯穿越街道 终于来到老奶奶的公寓 这个好重的 变成了 听不懂中文的伊斯特 二话不说 继续协助奶奶把东西往家里搬去 心宽念传 助人为乐 微笑 谢谢 再见 结成传传的爱 大爱新闻真伤美职工 廖玉如 叶敬红 蔡松鼓 每个报道 再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